近年来台湾军方使用大陆制造产品的事件频频曝光 引发了岛内对信息安全和自主军备能力的广泛讨论 中国国民党民意代表徐巧新和台湾民众党民意代表黄国昌分别揭露 不少台军将领的坐车使用的行车记录仪均为大陆制造 台军在多个领域广泛使用大陆制造的产品 包括太阳能逆变器 路由器等 其中甚至包括华为产品 这一现象不仅与民进党当局所宣称的脱钩大陆政策相违背 也暴露了台湾在自产军备方面的不足 尽管民进党当局多年前就已严格规定 军用品厂商不能使用大陆生产的零件与材料 且台防务部门禁止使用含有大陆制造的军品 但大陆制造进入台湾军品的报道却屡见不鲜 其中最有意思的当属今年年初 台军向瑞士莱卡公司采购了一批 用于雄风三型导弹组装校正使用的经纬仪 因发现设备有瑕疵 因此将仪器送回瑞士维修 然而由于地缘关系 这些设备最终被辗转送至中国大陆山东省进行维修 并从山东青岛流停机场发货 军方因此启动紧急泄密调查 引发岛内舆论的高度关注和担忧 许多人担心相关数据可能被泄露给大陆 此外台军计划在全台284个营区 设立智能警戒系统时 也被发现使用大陆制造的电路板 民进党当局虽然一方面强调反中和资讯安全 设置贸易壁垒 试图阻止大陆产品入台 包括封杀华为大疆等大陆企业 将爱奇艺腾讯淘宝等逐出台湾市场 甚至对螺丝粉和魔鱼爽等大陆食品下架尽售 台湾军方对大陆产品的依赖 不仅在监视器电路板这些电子设备上 还体现在防弹衣材料等领域 此前就有报道称 台军官兵使用的防弹衣 所用布料尽管贴有台湾制造的标识 但实际上厂商是从大陆购买材料在私自改标 而台军在2009年起 编列48亿新台币预算 采购近4000辆轻型战术轮式车辆 原定2011年交车 却因车灯验收等项目不符合约规范 延至2015年底才陆续交车 交车后又因品质出问题 被使用单位诟病 此后获得台军轻型战术轮式车辆维修合约的 伊达诺公司 又转包给民间车行执行维修 但被发现维修时违规使用大陆生产的零件 引发台防务部门震怒 最终与维修商终止了合约 但实际上由于自产能力不足 台军许多现代武器系统都依赖商用电子元件 COTS 而中国大陆是全球最大的电子元件生产基地之一 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 能够提供低价且高质量的零件 对于一些非关键零件 采购这些产品 可以显著降低成本 此前 民进党当局领导人赖清德 在参观无人机应用研发中心时 就被发现 现场展出的一架轻型无人机 在机尾螺旋桨的驱动马达上 赫然印着Made in China字样 今年6月 台军方也拟向岛内民间承包商 采购约3200架无人机 要求承包商不能使用大陆零件 但台湾无人机制造商 制飞科技创办人 继董事长黄重生就表示 最初曾尝试在台军方无人机 原型机中 以澳大利亚同类替代品 取代大陆制造的引擎 发现成本直接高出了20倍 多数台湾工厂不愿配合 有台媒评论称 民进党当局把所谓资讯安全 当成反中的工具 行贸易壁垒之时 却没有任何配套措施 导致许多攸关民生的业务 都无法进行 在资产能力不足的情况下 舍尽求远 高价购买欧美厂牌 也是极大浪费了台湾民众的纳税钱 真是反中反倒无脑